日本动漫红片《全球》 其中今年有一部作品《时间之配者》 上一来在日本冲上了 推特热词第三名造成轰动 没有想到作者竟然是来自台湾的漫画家彭杰 还看见是台湾漫画家的首例 日本动画《时间之配者》7月首播 就引发了动漫迷高度讨论 不仅登上日本推特热词的第三名 还是动画《日本榜》的《讨论度》第六名 但这个红片《日本的动画》 原著作者竟然是台湾的漫画家彭杰 堪称漫画界的台湾之光 他们对于海外连载的作家 其实不是那么的放心 是因为你们有用过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证明说 我们其实是不会脱稿的 而且我们东西是有品质的 那中间就是经历了很多很多腥风血雨 两年前不辞辛苦 向日本盲碎自荐果然受到青睐 日本大手币耗资一亿台币全力投资 今年35岁的彭杰 陈大建筑所毕业 兴趣是摄影 完全想不到钟情的漫画 可以让他要上日本的舞台 2010年短片漫画《牙与牙》 登上了日本最受欢迎的杂志 2012年还获得中国最高漫画奖的殊荣 今年的作品被制作成动漫盛影 堪称是台湾首例 毕竟家里面对这个东西也最担心 我就先画了这样子 是先斩后奏的 那我是等于是画了几年之后 有点成绩拿出来给他们看 他们才觉得说 原来画漫画好像还是可以活下来的 对他们才慢慢放心 曾经考到建筑师执照的他 放弃建筑业的高薪 全力投赏漫画 时间支配者第一季 也将在日本上映13集 另外彭杰还有三部的漫画 六情愿陆续会在中日来连载 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漫画实力 假设黄明胜台北从道 他们观望就是